看看晚上去吃哪里的草 吃哪里的草 晚上就在那边睡觉 说不定生一个太子 母以子为贵 他就变成母后 这样轮到什么时候 所以 皇帝的这些 三十六宫七十二宴 有时候要巴结这些太监 请那只马 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吃草 希望皇上在这里休息 不过真的假的还不知道 我没当过皇帝 我可能生生世世也都是出家 也不知道皇帝的生活是这样子 电视剧也是这样演的 导游也是这样介绍的 真的假的不知道 一百零八 那一百零八把它换成一百零八里 念诸不是很好吗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不是很好吗 是不是啊 哇 这起一百零八个老婆 我还得了 释迦牟陀佛 十九岁出家 三十岁成佛 想想看 人家是三十岁成佛啊 我们今天 已经五六十了 还一点消息都没有 是不是啊 干到五星上将了 五星上将就是满脸皱纹了 就是五星上将啊 一点消息都没有 释迦牟陀佛三十岁就成佛了 好释迦牟陀佛 释迦牟陀佛 佛有三身 以法身佛 法身佛无在 无所不在 我们常常以法身 把它当作是虚空 来比喻 以法身无相 所以无所 无所在 无所在就是你止不出来 以法身 骗一切处 所以无所不在 所以这个无所不在 骗一切处 记住 不是用心去合虚空 不是的 是虚空跟万象 都是如来掌性 要这样观照才对的 不是你扩大你的心 一直往外 认为心跟虚空合 这个观念是错的 但漫漫一向上 但漫一向上 驻着 性等同虚空 要做这样子 这个动作 回光返照 这样才对的 四十四十六页 经营 清净 清净法身 由若虚空 也是无在 无所不在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佛性 诸位 你就学习 胸量放大 胸量放大 是不是 慢慢地扩大 我们的胸量 胸量有多大 我们生命的舞台 就有多大 习佛是做什么 要得大自在 习佛是为什么 得大解托 习佛为什么 是不同于世间 那种泛泛自备 世间的一点小事 可以 三个月不讲话 一年不讲话 十年 还是敌人呢 甚至一辈子 都挤不开 其实只是一句误会 一点点小事 这个就是世间反复 真正习佛的人 就很清楚地看到 引起一命的假象 比如世间 很讨厌某一个人 很恨某一个人 而习佛 很容易就透视 那是一堆骨头 没有可以让你恨的对象 那个人 是一年生父母所生 他身上 也是骨头肌肉筋脉 留着血液 皮肤一拆开来 你所恨的人 你所恨的人不存在 世尊讲 不像在 所以 佛陀叫你用透视 不是叫你用控制的 比如说 你对一切事情不满 那是因为你不能透视 引起炎起如幻的假象 这样的修行没有办法达到 如火存清 你先生气 再来控制 这个功夫 算是很差了 当你碰到一件事情 你用大波的智慧 就透视 空的道理 它是不实在的 不要被它骗弃 凡受像都是假象 但凡受像 都在欺骗你的真性 你只要能够如是体悟 不要被假象所骗 清清楚楚的如是见 如是无所见 完全站在自高点 超越的立场上 看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世间人很可笑的 也很悲哀的 非常可怜的 值得圣人去同情他的 他可以为一句话 一件小事情 这样耿耿一怀 一个月 一年十年 一辈子 众生拿这个石头 压在自己的心灵上 这石头就是执着 就是分别线 第二 报身佛 有无量的向好庄严 在连化障世界 在座诸位 大圣佛法 讲法身报身应身 而小圣 包括今天的泰国 缅甸 金普寨 不谈法身 也根本没有 无所谓的报身 就是一尊 释迦摩尼佛 他不承认 大圣 所讲的经典的思想 没有什么叫做法身 也没有什么叫做报身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三生是大圣 佛法才接受的 小圣不接受这种观念的 三叫做应身佛 乃应众生之机 所视线之身 或在灵灸山 或在竹林眼 降到灵灸山 在法华经里面 数有几千个 比丘退洗 但是 我们那个法师 有到印度去 灵灸山 上面 这灵灸山 只能容纳一百个人 法师回来跟我讲 这灵灸山 上面很小 我说那是不是经典 记载到底是 有什么时间空间的不同 要不然 为什么有几千个 比丘退洗呢 最多容纳一百个两百个 容纳就要很几了 所以我不了解 时间空间的转换 真正的情形是什么 因为佛经是这样记载 我会里只是一个凡夫 佛的境界我不敢预测 祖师大德所记载下来的 我更不敢动 一个字都不敢动 也不敢生疑 所以 跟实地的状况有出入 或在灵灸山 或在竹林远 近在四六发城 奇缘惊涉 以事迹此处 无论久战 去来行止 皆明为主 四六发城 也就是敲撒罗国都城 因为有两国是同名 所以必须以皇帝 那不同来判别 就是故意帝都建称 那么 这个四六发城 是波士尼王 乔撒罗国 波士尼王 的四六发城 是波士尼王的首都 首都就是首都 亦为封德 以前的翻译 是国封 士德 旧云就是以前 有国封 有士德 一 就是无意 二 叫做财宝 三 就是多文 四 就是解脱 四种 皆封诸固 我所谓无意 主委在这里讲的无意 正确的观念 不是无种欲望 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人民 必需需求品 很丰富 意思就是实物充足 人民的生活 很好 这个跟世间的 欲望的追求 意义完全不同 意思就是说 这个国家 人民的生活 很富饶的意思 就是无意 就是色 身 相 畏 醋 五成 欲敬 第二是财宝 丰富 第三是多文 多文 那就讲经说法了 大家 听经文法 开智慧了 解脱的圣者也多 正阿罗汉国的也多 四种 接风族 我认为 财宝 五义 善 不足 如果加一个善 更清楚 善 不足 称德 意思就是只有 色身相畏处 还不够资格 称为德 乃将风 德二字 分开来解释 为 帝多 无意财宝 之风 人 有多文 卸脱 自得 所以听经文法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解脱 在这诸位 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卡住了 没有解脱 就表示说 你卸佛 虚度时间 虚度光阴 我们都几岁了 卸佛都几年了 碰到什么一点小事 还这么大的情绪变化 诸位 称不上卸佛的 因此我们要起 惭愧的心 既然卸佛是叫我们解脱 我们今天见一切相 知道一切相如幻 赞叹我们 批评我们 都是如梦幻泡眼 以下 这人有多文 解脱之德 顾名风德 意思就是物产丰富 那么 有听经文法 解脱的人也多 其者 俱阴 其佗 也就是 七头太子 这是波斯尼王 儿子的名字 中国话叫做 士多 义吟叫士多 中国话叫做战胜 意为战胜 乃是波斯尼王 太子的名字 以其身的时候 刚好波斯尼王 战胜他国 祝凯回草 祖凯回草 是以士明 以至喜也 来庆祝 喜悦 患 这个念患 就是灵 就是灵 金色 金色 乃 士多多长者 为佛建立 以共众生 金修犯恨之色 金连 其还并称者 以灵 是太子布施 色 就是金色了 乃长者 所建 存其功 永留盛世 他布施了这一栋 到现在 2500年 后代的佛弟子 都知道 七处及孤独眼 知道 我们连印度的一些名字 都不认识 印度的国王 我们只认识阿易王 又不认识你认识谁 是不是 布施的佛陀 这个金色到今天 2500年 还有人认识 还有这个名字存在 有他经 称奇数及孤独眼 他经就是